新北市新庄区地藏庵 延续百年的新庄大拜拜 17号正式登场 但是在昨晚9点左右 有三名喝醉酒男子 到新庄路附近想参拜时 被负责人拒绝就在现场闹事 警方获报后到场后 他们也不配合 跟警方爆发了口角 差一点演变成肢体冲突 一群人最后通通被带回警局 只是命远紧团团包围 现场上演庙会大乱斗 好几人打成一团 警民冲突一触即发 镜头一转好几名男子喝醉 闹事被警方管束 另一名男子则是狼狈 坐在地上等着进警局 原来收到前有三名男子喝酒醉 在神坛前闹事 警方获报马上到场处理 一年度新庄大拜拜 17号正式登场 但晚上9点多 新庄陆附近有三名男子喝的烂醉 想要参拜附近的暗桌 却遭负责人拒绝 一伙人直接在这里继续闹 警方获报到场 他们不乖乖配合 一度跟警方爆发口角 差点变成肢体冲突 依旁实行管束 并带回情务住所 于情绪稳定之后 才任期离去 这次的新庄大拜拜 警方出动500名警力 毕竟好好的庙会活动 不仅警察连神秘也不会想看到冲突发生 记者林昭仙马生杰新门市采访报道